嗯哼 但昨天既然沒贏了 那潘慧倫今天應該可以上場 但到現在為止沒看到他人贏 所以不免想 他大概身體上是有些狀況 那這個問題只有 大概賽後總教練才能夠回答 場上的還是林玉清 這個半局他要面對的是Spada 這球拉起來打成了界外 良好球沒有壞球 哦 這球投的不差耶 來個快速球在外角可惜出現沒給 前一個球是用快速球 兩好一壞 哦 還是不給 對 而且也沒有誘使打者出棒 兩好球兩壞球 哦 給了這個變化球 三陣掉了Spada 也不斷不斷地等待啊 碰到這個變速球他也沒辦法 宇威非常內側 但事實上走內側是進到考著帶 幾乎考著帶中間進 Spada的知己語言也是 有他們這個總教練的 影子在 打擊不到是Abreu Spada 32歲跟著Mesa很久 慢慢受到影響 兩個打輸一隻安打 好雙才 安打擊到 四敗 等待 一號兩塊 三点方向的弹跳球 陈庸基 小碎步的调整步伐之后 刺杀掉了阿布瑞 调分是从Fernandes这个强吸球 然后这个Push Club 造成了投手杨耀勋的传球失误 这就是一些小事情 最后串联起来变成一个大伤害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内野飞球 遭到了彭正敏的接杀 接杀了Despen 古巴队结束了50个攻势 目前的比数还是6比0 古巴领先